然後那個老師就說 你們家真的很熱鬧 我說對啊 因為我們三個人 他說沒有啊 除了你們三個人之外 七個 也太多了吧 一共有十個人在裡面 對 難怪房子那麼騙你 十個人分住嘛對不對 對啊 然後我就跟小天說 小天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住下去了 我說我要先走了 我說但是你們可以繼續找人 就是找到有人來我再搬走 然後我錢繼續付 所以我等於是 我等於 連夜連滾帶爬趕快走就對了 對 我就先走 先搬回我媽媽家住就對了 然後 可是他們兩個還繼續住在那邊 可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模特兒 我們要作秀嘛 對 我們要 就是要鞋子還什麼 就有一天我突然要兩雙鞋子 我就回家拿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晚上7點鐘 差不多4月份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應該家裡會有人嗎 因為畢竟那小天也不是很紅 就是每一次就常常在家 然後我一開門完了 家裡沒有人 我很害怕 對 對 然後我想說那怎麼辦呢 那趕快東西拿拿就走 我就趕快先把燈全部打開 打開 我說這樣就應該OK 但是我先想說該不會遇到 到時候燈全部按 我應該會嚇死吧 我跟她那個念頭 才出現1秒 燈馬上全按 好 嘿嘿嘿 全按 有這麼按嗎 沒有綠光啦 就是整個很黑 然後 我就非常害怕 我就抱著那個貓 那個貓就一直叫 一直叫 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外面的那個 就是有時候外面會整個停電 整個這樣子 停電對不對 我就一看 外面是亮的 然後我就抱著那個貓 我真的快要哭出來 然後我就罵一連串 我Rap三字經又Rap 然後後來 燈就 來了 就亮了 所以是生痛的啦 有罵就開 沒罵就按 有罵就開 開 開 按 按 我罵了就開 沒罵他就按 不是這一段 對 然後後來 我就再也不敢住了 反正我就把東西全部都搬走 直到他們下一個人進去之後 不是 他們什麼 小天他們還沒有搬走 他們繼續住 他們還住了 但是好大 住了半年 你看人家繼續住下去 結果金馬獎贏記 妳就是沒辦法 對啊 早知道我就回去住了 妳住下去妳搞不好也得金曲獎了 怎麼會這樣 金曲獎太誇張了 我又沒有出唱片 給妳有沒有看這張照片 這什麼 這個照片喔 這個地方就是 去巴西的一個非常老的一個 麻風病的醫院 然後為什麼被放棄了 因為好多健康的人過去那邊 他們會覺得不舒服 會看到鬼 然後頭痛不舒服什麼的 所以很多人就沒有去了 我跟我的就是同學 聽到這樣子的故事 我們就好奇 好玩 真的有鬼嗎 我們就想說去那邊Camping 好玩喔 真的 好玩 我跟其他的兩個朋友 我們三個人 這個是你們自己拍的啦 然後我們就是Camping在這個位置 白天的時候 我們在準備那個Camping的事情 然後沒有不舒服 為什麼大家的時候不舒服 沒有什麼不舒服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是在那邊 吃吃喝喝啊 聊天什麼的 鬼還沒來 沒事吧 可能 我們就睡著了 你說鬼沒有來 對 我們是搬那個大的Camping 所以整個人都可以在裡面 我都在睡覺的時候 莫名其妙一個朋友 就這樣子很激動 一直叫我醒來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們連有個朋友不見了 說幹嘛 他該去大便了吧 沒事啦 他說沒有啦 我聽到外面沒有人大叫 我說真的嗎 我就馬上拿手機 沒有訊號 沒有辦法拿電筒 我就拿手電筒 我們開那個Camping 就好多霧 看不太清楚 然後我們就慢慢的走過去 用那個燈 用那個手電筒 發現有個鞋子 在那邊 是他的鞋子 我們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找一找 衣服 T-Shirt 我們就已經開始聽到那個 海邊的聲音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 這邊就是海底 他去游泳了對不對 你大叫音在哪裡 聽不見 看到一個人 跪在地上 就是他 我們就泡得過去 泡得過去他就是一直這樣子 盯著往上看天空 一隻手拿刀 另外一隻手 我就好幹嘛 你發生了什麼事啊